世界上因为岛屿主权产生摩擦的国家比比皆是 或为资源利益或为国土安全 或者是历史遗留的死结 而就是由于北方四岛争议 日本和俄罗斯至今没有在二战和平条约上签字 当俄在乌克兰批于应付之时 远东兵力空虚 日本很想在此时跟俄罗斯摆摆手腕 并拿下北方四岛 看看北方四岛旁边的库叶岛 作为中国人心里是无谓杂陈 这就差题了 在卫星地图上看一下俄罗斯之间争议乐点 北方四岛又被称作南千岛群岛 它位于太平洋西北的千岛群岛向南延伸部分 总面积达5038平方千米 由国后岛、泽州岛、池武群岛、四单岛组成 泽州岛最大面积约3200平方千米 1941年日本联合舰队突袭珍珠港时 就是在泽州岛的丹冠湾集结出发 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北方四岛夹在俄罗斯千岛群岛及日本北海道岛之间 跟千岛群岛、勘察家半岛位于同一岛链上 也是第一岛链其中一部分 目前受俄罗斯掌控的南千岛群岛 成为俄罗斯在远东军事防卫据点 也是牵制日本的重要砝码 然而在历史上 北方四岛不受勒冷和一方惯例 而是夏仪国的附属岛屿 阿伊努伦是当地土著民族 日本德川幕府向北开疆辟土 与夏仪地建立松散朝共关系 此时俄国势力向远东逼近日本 幕府感受到威胁了 才把下一地变成直辖属地 俄国当时倒没有侵犯日本领土意思 只是想跟日本做生意 却被闭关锁国的幕府拒绝了 吃了闭门羹的俄国干脆直接宣布 包含北方四岛的千岛群岛及周边海域都属于他们了 幕府也急眼了 抓紧在泽州岛上建立其行政组织 留下日本的属岛标志 俄国势力也没闲着 逐步扩张到德福岛 与日本控制的泽州岛紧搁着一条水道相望 眼看着乐鹅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结果双方戏剧性地各自捉获对方冷治后 以此为由展开领土化解谈判 1855年 乐鹅和亲通号条约签订后 乐鹅以泽州海峡为分界线划分领土 北方四岛此时被正式划入日本版图内 好景不长 乐鹅为了争夺库业岛再起争执 却突然发现库业岛是属于大清政府的 当时日本正发生政权更迭 幕府倒台进入天皇时代 俄国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强迫亲政府割浪库业岛 此时日本的侵略重心转移到朝鲜半岛 不想跟俄国纠缠 就拿出实际控制的库业岛南部 跟俄国的千岛群岛做交换 1875年 乐鹅签订了库业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 库业岛全归俄国 千岛群岛属于日本 后来明治维先改革成功 日本依据成为亚洲强国 乐鹅又在远东地区展开争夺 最后在1904年爆发了乐鹅战争 战胜后的日本同时控制了 北方四岛千岛圈岛及库业岛南部 本以为乐鹅岛群纷争到此为止了 二战后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苏联把千岛圈岛和库业岛南部 变成自己的领土 之后在没有苏联签字的情况下 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共同签订 旧金山合约来处置日本领土 这等于苏联跟日本还保持战争状态 为签订和平条约 日本和苏联就展开谈判 希望要回北方四岛的 色丹岛及池武群岛 苏联最后也同意了 两国在1956年签订乐鹅联合宣言 协议签订之后 日本又以泽州岛国后岛 不在千岛圈岛内为由 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所有领土 苏联觉得日本这是得寸进尺 又加上日本战后完全依附美国 建立美日军事同盟 苏联决定不移交之前 承诺给日本的岛屿 所要北方四岛 也就成了日本民众心中一股民族主义情绪 苏联解体后 继承一波的俄罗斯 也并没有归还北方四岛的意愿 因为这里是防卫美日的战略要地 俄罗斯后来也提出北方四岛主权可以协商 目的也只是用来吸引日本援主投资 日本也不傻 北方四岛领土问题一勒不解决 大多援主也只是空投支票 北方四岛及周围海域 有丰富的天然渔野石油矿产资源 都可以给俄带来巨额收入 又能作为威慑日本的战略要地 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 俄罗斯都不会轻易放弃北方四岛 梅德韦杰夫曾三度以俄罗斯总统及总理身份 先后踏上国后岛及泽州岛视察 引起日本强烈不满 2016年更是在北方四岛部署反战系统威慑日本 201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第六届东方经济乱谈上表示 俄罗斯将在整个南千岛圈岛地区建立保税区 美国政府当然是承认北方四岛主权属于日本的 并规定在申请美国绿卡时 在池武群岛、瑟丹岛、国后岛和泽州岛出生的申请人 出生地需填写为日本 俄乌冲突后 乌克兰国会也通过决议认定北方四岛属于日本领土 在日本民众看来 这也是重新拿回北方四岛的最好时机了 可能第二次俄罗战争号角已经暗中吹响了